三姑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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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通报相国夫人 三小姐回来看她 请她一驾出门 三小姐 三小姐 辛苦你了 麻烦你去帮我通报医生 是 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并完了 平贵 谢谢 谢什么 为你做这些事情 是我薛平贵应该的 我们今天站在这儿 不算是回门 待会岳母出来见你 那才就回门了 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 没有踏进相府半步 嗯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 又为难你了呢 宝儿 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愈意吃 只不过是白骂 又不会怎么样呢 听 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啊 是够恩爱啊 我听家丁来报 说相府的三千斤又回府了 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 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二姐 嘿 谁是你二姐 别叫的这么好听 汪宝川 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 你没资格叫我 喂你 你回来干什么 哦 怎么了 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 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薛宾贵啊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 怎么 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哎 我薛宾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我带宝川回来 有何不对 当然不对 他又不是相府的人 回什么门呢 二姐 你说话不用这么见算 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哦 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 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 不过没关系 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 你们哪 别在这耗着 赶紧走吧 就是啊 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 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好 我不会进门去的 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不用了 汪宝川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 一个叫王金川 一个叫王银川 已经没有你王宝川的存在了 而且我们相国府 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 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 来人呢 在 将他们轰走 这 二小姐 王银川 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 你不怕有报应吗 薛宝贵 你给我住嘴 我娘子说的事 就是相府办的事 我再告诉你 京畿重地的安危 由我魏魁负责 从今以后 我不会让他帮乞丐 在长安城乞讨 如果让我再发现他 我见一个抓一个 见一双 抓一双 咱们走 走吧 宝川啊 你的心意已经到了 你已经回门了 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 咱们走吧 可是 我没见到娘 我不甘心 相信我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走吧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都够过来 在 二姑爷 二姑爷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们敢乱说 让夫人知道 王宝川和薛平贵 曾经来过相府外 要小心你们的脑袋 我魏魯说到做到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来 娘子 来